本节目是由低脂低糖健康好米 哈亚娜赞助播出 各大超市杂货店及便利店都可买到 把爱心健康带回家 让哈亚娜守护您的健康 优质好米尽在联心 医生菌与人类的长寿息息相关 但是你知道吗 医生菌并不是补得越多 效果又越好 人体肠道内生活着100万医剂的微生物 有些是对我们有帮助 有些是没有帮助 有些甚至是对人体有害的 在一般的情况下 它们处于一种动态平衡 让我们的身体维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 那么医生菌又是什么呢 医生菌来源于希腊语对生命有益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 于2001年明确定义 医生菌是一群当摄入足够数量时 对人体产生健康益处的活性微生物 用更简单的方式来解释 医生菌 俗称良菌或者是好菌 是我们消化系统无数细菌群落里的有菌 有菌的工作就是负责打倒敌菌 也就是我们人体肠道内有害的生物 它们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生长 排除病原体 通过调整肠道微生物的生态环境 来刺激人体内原性免疫系统的活性 促进我们消化系统的健康 正常的人体消化道含有大概400种医生菌 现在大家的工作都比较繁忙 食谱会相对的单一 这时候就可以选用一些医生菌保健品来进行调节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医生菌那么好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吃医生菌呢 其实不是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肠道菌群形态是相对稳定的 无需刻意去补充医生菌 然而当人体处于疾病状态时 比如说腹泻 便秘的时候 适当补充医生菌是有帮助的 在服用前咨询医生或药剂师 并始终均循注册产品上标签的推荐剂量 至于含有医生菌的食品 不应该过量使用 除此之外 建议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 例如患有癌症 艾滋病的患者 未肠道疾病或对益生菌过敏的人 就不要服用益生菌 一般上 我们可以从食物中摄取到益生菌 最常见的天然含有益生菌 或添加益生菌的发酵产品 包括了 酸奶制品 发酵和未发酵的牛奶 酸菜 泡菜 味噌 豆豉 酸面包 和一些奶酪 在食物中发现了正常量的益生菌 被认为是安全的